今天要來介紹SAL的EDC多功能刀 我講到刀的時候大家應該會有一個疑問 這看起來就是一隻湯匙 實際上它的刀子是藏在裡面的 然後這邊這一塊啊 它是一個開罐琴 然後最外面這一個啊 它是一個哨子 可以看到它的前面 它是一隻湯匙 但是前面有這個叉子 一般我們叫這個叫做叉子 它除了可以插東西以外 它也可以當作湯匙使用 但是這個叉子啊又不會很鋒利 這個刀子我們在野外的時候 它是經常清理用的刀 常常需要削一些蘋果切菜 再來後面這邊啊 它是一個小小的開罐器 我們常常要拿打火機啊 或是拿刀子直接削那個瓶蓋 那都會影響到刀子的鋒利度 那除了是讓開罐比較方便以外 它也是讓這把刀的重量變得比較輕一點 看到這個小器杰這邊是一個拇指的環 所以我手指啊可以直接靠在這邊 它的另外一端 是可以給我拇指去靠的 去指滑 當你需要哨子的時候啊 你永遠不知道 為什麼叫EDC就是 Everyday Carry 這個東西是給你隨身 每天單身上的 你可以在城市裡面使用 你可以在戶外使用 你可以在露營的時候使用 那像這個東西啊 因為它沒有什麼鋒利的地方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放在你的口袋裡面 那我們實測給大家看 好我們準備了一個便當 它前面這個叉子啊 可以把麵直接插起來 好你就可以直接使用 好當你吃完午餐的時候 不要喝一罐啤酒 好直接把它打開 我們來測試它的鋒利度 好剛剛我們講到這個 背後的防滑跟手指的凹槽 好我們來割繩子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作用 抓著 好還算蠻鋒利的 前幾天已經測試過啊 我們把這個刀子丟到水裡面 然後拿起來 丟到水裡面拿起來 我們已經經過了兩天三天 它的刀刃啊都沒有生鏽 所以代表這把刀的防鏽能力還蠻好的 SL的EDC多功能刀 蠻方便的